哈喽大家好,我是巴黎低宝 分享法国买房理财避税和福利的经验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一下,并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哦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的持仓情况 这周买了一些什么样的股票,以及下周我会怎样布局呢 这个表示我上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 我在2021年会布局的那些股票 所以这一周我就开始慢慢的进一些底仓了 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情况 比特币我也在之前视频和大家分享过 目前赚了268% 另外一个数字货币,瑞波币呢 我当时就是买了100美元试试看 那天大跌之后,我就想着进场看一下会是怎样一个情况 结果短短十来天就涨了37% 真的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所以数字货币的浮动真的是非常大的 如果大家对于比特币或者对于其他的数字货币有信仰的 你也可以这个时候稍微的买入一点点 不要买太多 但是总要有一点吧 万一以后涨到了这个5万美元一个比特币呢 涨到了10万美元一个比特币呢 那今天即使是4万是个高点 但是或许在之后往回看的时候又会发现4万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买呢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加一点点比特币的这个仓位的 当然我会设置好这个止损点 还有同样的这个数字货币BCH 我这个BCH拿了一年应该亏了大概十来个月吧 都是亏了50%的 现在不仅是把那个亏的50%涨回来了 而且呢还赚了18.77% 所以近期的数字货币真的是猛涨 那再来看一下我这个TDOC 是一家远程医疗的股 我当时是在11月份和12月份的时候都买入了 目前呢是赚了29.66% 再来看一下NIO 我的买入时间是12月23日 当时也就是买个200美元建一个底仓 看看后来会怎么样发展 哪知道现在已经涨了24.75%了 真的是几乎所有的股票都在历史高位啊 同样我当时一直想布局的ARKK ARKW也是只买了100美元 后来就一直在涨 并没有一个任何回调的时间 让我可以加仓的 这个ETH我只买了一天不到 是我这个投资群里的一位朋友推荐的 我就买了100美元试一试呗 目前已经赚了5.52%了 同样的还有布局我的这个英伟达 NVDA 目前是赚了3.54% 这个我都是刚买入的 12月28日 同样还有我本周五刚买入的高盛 还有Gosco 还有这个迪士尼 这个Palantir 还有这个ACB大马股 目前我会继续持有的 而且拜登上台有利于大马股的一个发展 好的简单说了一下我现在持仓的情况 那我们赶快看一下下周我的买入策略 首先我认为还是要顺势而为 我本以为在1月6日的时候 或许美国那边会出现非常大的政治动荡 比如说内战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多大的风波 而且一天就解决了 第二天也没有继续闹事了 所以我觉得拜登顺利上台是个大概率的事件 近期都不会有其他大的政治风险 基本上就是拜登的宝座了 拜登下周或许会宣布更大的一个刺激计划 这个是利好市场的 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水到哪去呢 无非就是进入股市进入数字货币 那肯定大家会问这么一个问题了 这个股市会不会回调呢 我个人觉得是会的 或许这个回调的时间离我们不远了 当然回调具体哪一天 当然谁也很难说 我看了一下印度神童的最新预测 他说2月10号可能会股市崩盘 那我们2月10号再看呗 但是目前我预计 新总统在就职的前后呢 还是会让股票继续上涨的 毕竟拜登都是一些大财团把他选上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别人刚就职 你难道就想割韭菜跌个10% 20%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1月份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等到拜登上位之后 也就是2月份之后 我觉得就有可能出现美股回调的风险了 因为到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利好 可能都已经出尽了 而且到时候万一出现了关于疫苗 关于疫情不好的消息 很有可能会导致黑天鹅的出现 直接出现股市熔断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目前的事态是会继续上涨的 那么就顺着这个事而做呗 就继续买入股票 但同时呢我会做好止损 比如说我能够承受10% 15%的这么一个跌幅 那么我就把我的这个止损设置在10% 15% 对于拜登总统选上利好的股票 有新能源啊基建啊教育医疗 如果大家已经有关注这一类的股票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目前开仓啊还不算太晚 如果大家不知道买什么股票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看看我的第一期视频的这个股单里面有我自己会在2021年买进的股票 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当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对于股票的了解 以及对于风险的接受程度 你自己进行投资 当然如果你觉得个股对于你来说风险太大的话 也可以分批的买入大盘指数 比如说VOO 这个我很有可能在下个星期就会进入 也有可能买个纳斯达克100指数 我会每周都和大家分享我这个投资的情况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